非洲中部近情连日豪雨成灾 情况恶化 当国民主共和国东部4号下起了暴雨 引发严重的洪水跟山崩土石流 几天下来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400人 肯亚也发生了河川暴涨的灾情 有驾驶开车经过意外翻车受困 当地的警销紧急出动了直升机 展开及时救援 场面是相当惊险 肯亚的旧能直升机凌空 底下是一条滚滚黄泥巴河 一辆油罐车侧翻躺在河面上 驾驶生死一瞬间 爬出来等待救援 直升机慢慢降低高度 在距离最靠近的位置 救难人员伸手一把抓住受困驾驶的手 帮助他站稳脚步在攀爬上直升机 让受困在急流当中好几个小时的油罐车驾驶 终于脱离险境 顺利完成这次搜救任务 而同样在非洲中部的国家 钢果民主共和国 许多灾民就没这么幸运 4号降下暴雨 引发河川大规模泛浪和山崩土石流 因而造成两个地方灭村 死伤非常严重 民主钢果官员透露 东布勒南基乌省的卡雷赫 上周连加暴雨 两个村受到河水暴涨和土石流夹击 灾后就从地表消失 当地官员周六才宣布至少确定200人罹难 但隔天巡获更多遗体 累计死者几乎翻倍 当局担心随着搜救行动一直持续 死亡人数恐怕还在创新高 成为民主钢果共和国史上最严重天灾 杨振平编译 这次迎接触所 原理的阻力 来看我们下一个场上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